大家好,一龙最近复出了,和日本的陈护康玉打了一场比赛,结果第一回合就被陈护杀之,康玉,有点串了,被陈护康玉一记高边腿给KO了。 其实在KO之前,一龙就已经被陈护康玉一记又高边腿,打的脚步有一点乱了,这点在直播视角里面看的不是那么仔细,但是在观众视角拍摄的视频里面就非常的明显。 一龙有一个调整步伐的动作,这个动作有些人,包括徐耀东东哥都说,是不是一龙想玩一套醉拳什么的,毕竟他以前在擂台上玩过醉拳。 陈龙大哥的歌应该会有版权的。 你钓的那个鱼是放鱼缸还是晚上吃? 才三斤多。 你没听懂我问你的吗?我问你那个鱼是放鱼缸还是晚上吃? 你听不懂普隆话吗?那个鱼三斤多是我国人在桥底下掉的。 所黑。 来,别走,别走,别走,来,来帮我录个背景音乐,我做视频要用的。 陈龙的最全会唱吧? 啊。 啊,过来帮我录一下。 其实这一次一龙不是像以前一样,使出醉拳的步伐,完全就是身体协调性出了问题导致的。 这个协调性出问题的责任不完全在一龙,因为那台上有一滩水。 这滩水还很滑,之前陈户康玉就因为踩上了这滩水,被滑了一下。 可以看到一龙被第一个高边腿逼推的时候,刚好推到了这滩水的附近。 虽然从视频上看还有一点距离,但是一龙可能判断自己会踩上,所以他有个跳步的动作,是为了躲开这滩水。 后面的调整步伐也是为了避免踩上水。 加上之前挨了一重腿,脑袋估计有点懵,所以步伐就乱了。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,运动一段时间以后,去下一个很长的楼梯。 要阶梯边缘没有刻线提示,不太能分辨踢步的极数那种,一直低着头看着踢步,规定自己每一步只下一级台阶。 在一段时间以后,你就会分不清自己的脚步到底是下了一级台阶,还是两级。 然后你就会潜意识的去调整脚步,以符合每一步只下一级台阶的规定,哪怕你在线色中已经是每一步只下一级台阶了。 这样一调整,就会导致脚步乱了,极有可能脚下一个半算滑倒。 根据我的推断,一龙应该也是这种情况。 前面的体力消耗,加上挨了一脚有点发懵,同时也知道了那滩水有点滑,在意识里面是要避开水的。 虽然这次并没有踩到水,但是脚下依然是在做躲避的动作。 后退没有踩到水,他就觉得水是不是在前面啊,所以冲上去的时候有一个绕开水的步伐,结果还是判断错了。 他隔那滩水还是有一段距离踩不上的,但是因为这个绕开水的动作,冲得有点过了,头直接就送到了陈沪康玉边腿的重攻击范围,也就是脚步的攻击范围,结果被一脚抱头KO了。 一龙上一次正经的在擂台上打常规规则的比赛,是2018年6月2号,武林峰重庆站的比赛。 当时他被鲨鱼狼KO,呃,鲨鱼?那个鱼三斤多? 2018年11月10号,他又在mass fight规则下,KO了韩国巨人吹红万。 这个mass fight的规则啊,就是一回合9分钟,打到KO为止。 这两场比赛以后,一龙就没有再打过正经的比赛了,都是打打网红,比如药水哥,还有和王湛海那一帮太极大师混到一起,和皮香远之类的网红炒作一下。 所以这场比赛,一龙作为一个已经差不多六年没有打比赛的拳手,发挥已经很不错了,一开场的一个摆拳,还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,摔倒在地。 后面被KO也是身体,已经跟不上意识了,其实他为了打这场比赛,也搞了一个热辣滚烫式的宣传,把抖音的名字都改成了减肥方面的。 现在就要减70斤目标完成,抖音作品也是他减肥的历程。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场比赛的胜负,大家没必要去嘲讽一龙,他从一个发福的退役运动员,短时间内减掉了70斤,然后重新走上擂台,振振紧紧的打了一场擂台扇,没有套路,没有打甲拳。 他的这个行为是符合一个舞者,或者说搏击运动员的体育道德的,比那些整天吹牛逼的传舞大师强多了,比如说能把一龙打成肉饼的王湛海。 我干你上擂台,保证你出不了一回合,如果出了一回合,就算我输了。 你是拿你的强项打我的弱项,对不对?是这意思吧? 无规则,无规则,不可以,无规则。 无规则,我能把你打成肉饼,你真不知道,你真是不了解王湛海啊。 一龙,你去打听,打听王湛海,无规则能把你打成肉饼。 换换,再过二十年前,我跟你说,蒙着眼睛打你。 咱们传统武术就这么吹牛逼的吗? 传统武术就这么吹牛逼的?不知道,你有本事你试试啊。 我问你个问题,咱就这么吹吗? 王湛海吹了这么多年的牛逼,连个六十多岁的全机爱好者约战,他都能毁约B站。 当年也只是拿了一个推手冠军,都过去四十年了,还整天吹嘘无规则下,打这个打那个,整天舔这个肚子,号称太极之王。 你倒是正经上了一台打一场试试啊。 就一龙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竞技状态,要正经的打,估计王湛海也挺不过二十秒。 一龙虽然是披着少林武生的名头出道,但是他还真不太会正经的少林武术套路,他最擅长的是永春拳。 早期啊,他曾经披着少林武生的名头,上过河南卫视的节目,当时穿着武生衣服表演了一套永春拳。 虽然很无厘头啊,但是还真的打得有模有样的,起码比重庆的那个头疼药,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。 我估计一龙是在广东打工的过程中,真的拜师,学过一阵永春,但是这段经历的详细记录在公开的网上,是很难查到的。 因为武林峰一开始包装一龙,就是打的少林武生的招牌,所以故事尽量就往和尚方面靠了。 一龙后面接受的也是现代搏击的训练,在巅峰期虽然有一些甲犬的疑云,但是也是有着职业搏击运动员的水平的。 当初武林峰,峨眉传奇之类的武术节目,其实也包装了很多所谓的传武实战高手,想复制一龙的成名之路,什么武当道士清风,武生一成,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等等,但是在名气上还是比不上一龙。 这里面虽然有一龙出道早,长相憨厚,比较贴近武生人设的原因,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,一龙让观众感觉到真实,大家觉得有点搞笑吧,一龙真实,他的真实在哪里呢? 大家对少林武术的认知是什么金钟罩铁布衫,一龙在擂台上还真给大家展示这一套,别管他是不是玩砸了,那拳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打在身上的,他的真实点就在这里,在擂台上展示的和平时展示给大家的,以及大家认知的没有太大区别,我的铁布衫就是职业拳手打我也打不倒,造不成伤害。 反观后面包装出来的这些呢,平时整天吹什么太极四两拨千斤,以慢至快,武当轻功蹦来蹦去,结果上了擂台,还是闪打了一套。 刘海龙结合跆拳道腿法,在闪打实战内台中展示出来的流腿披挂,韩飞龙也用了,但是他硬说是太极腿法。 平时穿个功夫衫,扎个马步,打太极拳,上了擂台全是什么流腿披挂,舍身踢,接腿快摔,还要对着大家吹牛逼,说这些都是太极拳,这就是不真实,或不对版嘛。 所以在武术展示上的真实,才让一龙的人气远朝后面包装出来的这些所谓传武实战第一人。 这也是传武现在被人诟病的原因啊,不管他们整天用话术说什么演法练法打法之类的,到了擂台上,就是展示你平时练习的那些东西。 泰森在擂台上展示的躲闪,步伐,拳法,在平时的训练中都能看到,为什么传武上了台就是王八拳,而王八拳你们平时也没有练啊,拳是靠本能使出来的。 那么传武和普通的健身运动也就没什么区别了,按照这个话术的逻辑啊,泰森可以自封跳绳门的门主,跳绳的实战能力,天下第一。 顺道说一下,年近六十的老泰森会在七月,约在美国拳机网红保罗,目前泰森也放出了一些训练的短视频,这个肯定是美花过的,偷选最漂亮的训练片段放出来。 但是一个年近六十的中老年人,能有这样的训练水平,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都是很不错了,养生啊,也并不是传武才有的特色功能。 好了,今天就聊这么多啊,我去研究下怎么弄那条三斤多我国人在桥下钓的鱼了。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和订有的订阅,有你们订阅真好,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。 要是审核没有版权和黄标红标问题,就会会员和公开区一起发布了,三斤多。 哇。